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五章教学实施 教学实施这个模块主要是对于微观的教育实践部分的一个介绍 它包括我们教学到底的本质内容是什么 以及教学过程之中的它所出现的一些规律 我们需要遵循的一些原则 以及使用的一些方法等等 主要是对于这个模块怎么表述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部分的具体内容 首先关于第一节教学的概述 所谓教学的概述这个模块 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些教学基本情况的一个介绍 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教学 我们可以看到题板上面来 教学它是在教育目的的规范之下 这里面注意一下 我们教学它其实并不是说你想怎么教就怎么教的 想怎么学就怎么学的 它是在我们这种大的宏观的背景之下来执行的 这种大的宏观的背景的要求呢 这就来自于我们国家的教育目的哈 在教育目的的规范下的教师的教 与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一种活动 教学呢其实就是在教育目的的规范之下 教师教的过程这个就错了哈 它包含两个方面是一种双边的活动 是一种双边活动 而在我国我们可以看到下面 教学呢是以知识的啊 知识的授受为基础的 通过教学学生在这样的一个指导之下 积极主动的掌握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形成全面发展个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在这个里面希望大家标出来两个词 两个字就是第二行里面有一个主动啊 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呢 并不是说老师怎么去教 怎么去引导你 你就完全被动的去跟随的啊 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参与的哈 好这是来自于我们讲到的叫什么是教学啊 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一下我们题板上标出来这句黄话就可以了哈 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 这是教学本身的一个含义 那教学我们放到这一篇的啊 这一章的一个开篇来讲 或说我们整个第五章都是围绕教学来展开的 那教学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地位呢 一起来看一下第二个模块 教学的一个地位和特点 地位和特点这一块呢 呃整体上来说并不要求大家完全记忆 只是有些小点还是需要来把握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介绍哈 教学是学校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的途径 好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国教育目的 他对于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个素质是如何来规定的 我们培养啊 以创新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啊 和他的实践能力为重点 培养自由五欲的啊 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对于学生就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 就是五欲全面发展啊 得志提美劳全面发展 而教学就是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一个基本的途径 这个要清楚 另外一个方面呢 他是教师的和教师教学生学两个方面统一的一种活动哈 这是我们前面在概念里面表示过的 我就不再多说的 他的特点呢 总共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 教学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根本目的 就他出现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要培养人 培养哪一种人 全面发展的人 这个点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哈 有可能单独拿出来考 他挖空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标黄的一个部分 做一个单选题来进行一种考察 请问教学是以什么为根本目的的 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一个方面 咱们教学的目的清楚之后 他要开展 开展的时候呢 也是包含了两个环节 一个是教师教的活动 老师如何把我们以往人的历史上所积攒下来的这样一些知识 传授给下一代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面对这样一些知识 学生如何去吸收把它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哈 就是学生的学 由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组成 这是我们前面一直强调的 第三个方面 教学呢 它是具有多种形态 是共性与多样性的一种统一 在这个里面 我们又如何来进行理解啊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一堂具体的一个教学的活动 它可能都包含了这些什么 导入呀 讲授新课呀 练习等等 这样的一些共同的环节 可是在这些共同的环节里面呢 老师又可以使用多种多样的方法 以及多种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 这就是属于我们与其他不同的地方所在了 所以从我们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 教学呢 它也是这种啊 一直存 所有的活动里面都存在在这样的一种共性 以及每一个活动里面又存在一些个性的一种统一哈 好 这是对于我们所说教学的地位和特点 整体上来说就是第一点 希望大家重点把握就可以了哈 做一个单选题的一个备考 好 这是来自于教学是什么 教学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教学活动 它的这些点清楚之后 那下面我们就要注意一个问题了哈 教学它开展的时候需要完成哪样一些任务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个方面 教学的基本任务 教学的基本任务在这一块呢 我们书本上总体上表现为四个方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 首先第一个 引导学生掌握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这个呢 希望大家单独标出来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 他说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引导学生掌握科学文化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这是他的一个首要任务 其他的我们先不多说哈 咱们这个部分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考点 经常拿出来单独来考 来问我们教学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就这两个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那为什么这是首要任务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一句话哈 因为教学的其他任务只有在引导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技术上才能够实现 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我们前面说了教学他的一个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就是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而只有掌握了这样的一些知识与技能 其他的几个方面才能得到实现啊 因此他被称为我们的一个首要任务 这是关于原因所在 那什么是基础知识呢 基础知识指的是构成各门学科的基本知识 及其相应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原理和公式及系统 把这样的一些词语标出来一下哈 基本知识啊 基本概念原理公式和系统 基本知识这个很好理解 比如说对于语文来说字词 对于我们数学来说啊 一些数字等等哈 主要是后面哈 什么叫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概念 我们拿数学里面来说 比如说什么叫做有理数 什么叫做无理数 这就是属于一种基本的概念 而基本的一些原理 像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学什么勾股定理啊等等 这些基本的原理 基本的一些公式啊 比如说我们圆的面积的计算公式 三角形面积计算公式等等哈 这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一种基础的一个知识 正是在这些基础知识的 学习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才能掌握它整体的一个架构 这是关于基础知识 而技能呢 它指的是学生运用所掌握的知识 去完成某种实际任务的一种能力 这只属于我们讲到的什么叫一种技能哈 我们学了一个知识 能够运用出来 这叫技能 而所谓基本的一个技能 指的是各门学科中最主要最常用的一些技能 比如说在我们数学里面 咱们最常用的技能 大家应该都能想到 哎 计算 在我们语文里面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语言表达等等 这都是属于一些比较基本的技能 所以我们基础的一个知识 一般情况之下呢 就是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而基本的一个技能 就是知道怎么去做哈 这是属于我们讲到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它俩的一个含义 这两个的含义呢 只要求大家理解 并不要求记忆 最终希望大家记忆的 就是我们这个黑体字的部分 这一句话 它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这个时候呢 而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把它称为双机 好 是对于我们讲到它的一个首要任务 既然有首要 那肯定还有其他方面 所以一起来看一下剩下的几个方面哈 第二个 第二个它的一个任务就在于什么呢 发展学生的两个字 智力 发展学生的智力 培养学生的一个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 在这个里面呢 相对来说我们就看到了一些比较熟悉的字眼了 一起来看一下哈 所谓智力呢 指的是个人在认知过程中所表现来表现出来的一些认知能力的一个系统 其实我们一般在生活中 我们一般在生活中就说它是一种智商这种智力 包括哪一些部分呢 我们稍微有一个印象 我们稍微有一个印象观察力 记忆力 记忆力 想象力和思维的一些能力哈 比如说我们观察的一些敏锐性呀 我们观察的一些深刻性呀 记忆力 我们记忆的一种敏捷性哈 记忆的一种持久性 想象的一种丰富性哈 以及我们这种思维的一种能力啊 包括那种抽象思维呀 形象思维等等 这些全部是属于一种智力的 是智力系统的一个评价的方面 其中后面这句话稍微注意一下 重点标出来 思维能力是智力的核心 这个里面啊 有的时候也会说是抽象思维能力 是智力的核心啊 也是可以的哈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单选题的考点 除了这个之外呢 创造能力呢 它不仅仅是智力发展的高级形式 而且是学生啊 这些自我实现的决心那种体现 这个倒没什么 主要注意一个点 创造能力 它是智力发展的一种高级的形式 就可以了哈 而且如果一个人的创造性很高的话 往往能够出现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能够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这个人的一个至少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高的哈 这是对于我们讲到的 这个他的一个创新能力 与智力这样的一种关系 这样的一种关系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对学生进行一种实践能力的 一种培养啊 就是动手操作能力的一种培养哈 这对于我们讲到这个智力 这个模块啊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 主要的内容 所以整体上呢 前半句话倒没有什么 主要是注意后半句话 我们要重点去培养学生的 创造的一种能力 和时间的一种能力 这个其实也与我们前面所说的 那种教育目的是相关联的 这关系第三个方面 那除了这样的一些知识技能 智力之外 还有什么是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之中 需要注意的呢 一起来看一下剩下那两个方面哈 第三个发展学生的体力 提高学生的一种健康的一个水平 说呢 教学不仅仅要传授文化知识 还要关心学生身心的 后面四个字 平均的一种发展 这种平均的发展呢 就包含我们身心的一种均衡的发展啊 我们那种身体哈 其实讲到人的全面发展的时候呢 我们也曾经表示过这样的一个内容 智力呢 它其实是我们发展的一种 基础一种奠基的一个作用 而体力呢 则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体力哈 就是我们用身体的一种技能 它是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物质基础的 我们经常也会说啊 没有那个啊 那个身体啊 是革命的本钱等等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如果想让学生获得一种全面的发展 这种体力的啊 一个训练呢 一个提升 它是必不可少的 咱们在中小学里面呢 其实也包含了这样一些具体的模块 比如说啊 广播体操啊 研保健操呀 体育课呀等等啊 都是这里的体现 最后一个呢 培养啊 那个高尚的审美的情趣 这是属于我们所说的什么 美誉 而在中小学里面 我们能够想到的美誉 包含了一些方面 比如说美术 音乐等等啊 都是对于我们一种欣赏美 鉴赏美啊 创造美能力的一种培养 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 其实就是一种德语 比如说从幼儿园开始 学校里的老师就会注重 培养学生的一些良好的习惯 比如说请洗手呀 跟小朋友懂得分享呀等等 这其实都是属于一种品德的形成 形成科学的世界观 和良好的一种个性心理品质 其实是全部都是属于德语的一个部分的哈 从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整个第四个是包含两个模块 一个是要进行美誉 另一方面呢 是要进行德语 而整个教学的一个基本任务 这一块就包含了这样一些 包括我们一种啊 治愈呀 体育呀 德语美誉呀 等等 其实还是对应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内容的哈 而其他几个方面呢 倒没有什么 主要是还是第一个 知道首要任务是什么 是双击啊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这对于我们讲的 你教学要完成一些什么任务哈 就包含这样几个任务 那最终教学它包括这种地位呀 任务等等 在我们啊 这整个教育系统里面 它有一个什么要重要的意义呢 一起来看一下 第四个模块 教学的意义呢 总体上来说是表现为三个方面哈 我们可以看到书本上面来 首先 它是传授系统知识 促进学生发展的最有效的一种形式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 教学它的首要任务是干嘛来着 传授基础的一个知识和基本的一种技能 所以呢 对于我们传授这种系统的知识来说 它是一种有效的一种形式哈 相对来说 因为本身我们教学是有组织 有目的 有计划的来进行的 它比学生自己学习 肯定要有具有更强的一种系统性 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也是促进学生发展的一个最有效形式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哈 咱们教学呢 它是学校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一个 基本的一种途径 所以它也是一种有效形式 第二个 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的一个素质教育 把学生培养成合格人才的基本的一种途径 这个合格的一种人才呢 就是符合我国教育目的的一种人才 这也是一种基本的实现的途径 最后一个是希望大家重点注意的哈 这是我们教学意义的一部分重点 教学是学校工作的中心工作 就是我们学校 它出现的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 要进行一个教学要传授是知识和技能 学校的一个工作呢 也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主 就是你不能够有时偏颇 把我们的一个什么活动呀 我为了释放孩子的天性呀 我为了符合我们新科改的一种减负的理念 不教学了 把这个教学的成分大大降低 主要组织孩子活动 这就得不偿失了哈 所以这个里面希望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一般情况之下呢 就是以单选来进行 有个有的时候呢 是直接简单粗暴型的拿出来考 请问教学校工作的中心工作是什么 是教学 还有一种可能性 他会怎么来进行一种考察呢 他会这么来说 一下关于教学表述正确或错误的事 比如说里面出现一个选项哈 德育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之中 居于灵魂和统帅的重要地位 因此学校工作一定要以德育为中心 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出现了错误 前半句话是没有问题的哈 德育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 极的确是居于灵魂和统帅的地位 但是后半句话错了哈 虽然它这么重要 但是教学才是中心工作 好 这是对于我们所说的教学 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主要是表现为这样三个方面 因此整个第一节我们其实就是对于教学的一些啊什么特点呀 目的呀 特点呀 地位呀 意义呀 任务呀等等 这些概况的一个表述 呃 重点不多 就是我们单独标传那些呢 希望大家课下重点去复习 这来自于我们讲到第一个教学它是什么 好 我们知道教学是什么之后 那下面要开展教学活动总共来包含了哪样一些环节 或者说它这个过程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一起来看一下第二节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这一块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往是如何来进行考察的哈 首先啊 关于第一小题 孔子主张学习过程应该包含四个基本环节 他们分别是什么 这其实呢 考察的是对于我们这个教学环节的啊 观点的一种对应哈 首先是来自于孔子 其实关于孔子我们能想到什么啊 大家可能想到学而不思则往 思而不学则待 相对来说 孔子特别注意我们学与思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哈 那哪一些能够体现的这种学业思之间那种关系哈 其实是来自于陛下 学丝习习 他认为呢 是包含了这样四个方面哈 啊第一个学习就不用多说了 第二个思就是其实来自于思考 第三个习其实来自于一种练习的意思 最后一个行是一种执行实践的一个意思哈 好这是对于我们讲到以往的真题的他的一种考法 主要是考这种教学过程的一种理论 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介绍 首先关于什么是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所构成的一种双边活动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点 前面在讲到教学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遇到了相似的一句话哈 说教学包含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 教学过程也是一样 而且呢 这里面也体现出来了 它是一种双边的一个活动 总体上呢 我们来解释就是教师根据我们教学的目的任务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 指导学生有目的有计划的掌握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技能 同时促进他身心发展培养思想品德的一种过程 说白了 就是老师去引导学生去学习 从而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后面这一部分到什么 就是我们标粗的这一句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关于教学是什么 而我们关于教学过程 其实历史上不同的流派和人物是有不同的观点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哪样一些关于教学过程的观点 总体上来说呢 包含了三个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来自于第一个孔子的观点 重点标出来就行了哈 孔子呢 这个是在中学 尤其是初中那会儿的时候 应该是虐我们千百遍的人了哈 当时背了很多的这种观点 当然一些是比较经典 与我们的教学也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下面 他说孔子把学习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学 思 习 行 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道真题在线哈 那我们看一下他到底是如何来进行一种划分的呢 首先第一个学 这个学他成的是什么 两个字 博学 博学 你不能狭隘的只学习某一课 应该是广博的来进行学习 他后面是来说了哈 君子 博学余文 约之以礼 亦可以 扶判一幅 好 我们一起来稍微翻译一下哈 这个里面说了 哎 君子 广泛的学习 古代的文化典籍啊 这个博学余文 就是广泛的学习哈 约之以礼呢 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 又以礼节来约束自己啊 这后面 亦可以扶判一幅 这个判 他通的是背叛的判 通的是背叛的判 那如何来进行翻译呢 指的是啊 也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 啊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啊 他说的一种博学 说白了 我们学习那种广博的学习文化知识啊 我们啊 那个用以礼来约束自己啊 这个时候呢 就不会离经叛道啊 这是关于我们讲到 他里面所说的一种学 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个 学习 你不仅要学习 孔子还提出了 他与另外一个过程之间的那种关系 就是以前我们曾经说的 学而不思 则往 因此呢 就出现了第二个环节 思 孔子所说的这样的啊 一个思哈 指的主要是我们那种思考 注重思考 啊 他这里面说什么呢 啊 服学何以行啊 那个如果不学习的话啊 那我们如何来进行行动呢 服思何以得 如果你不思考 又如何来去获得这些知识呢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之中 一定要思考啊 这是来自于讲的学思结合 好 我们学习了 思考了 那下面有所得之后 还如何来进行巩固呢 可以看到下面啊 孔子所说的习 他主要指的是我们这种温习 练习的一种意思 通过一这样的一些练习 最终来实现一种什么 巩固 来达成一种巩固的一种目的啊 啊 孔子所说的习 要经常的进行这种啊 那个练习 最终呢 还是要读形 就是学以致用啊 这种形 你要会拿来用啊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 整体上包含了这样四个阶段啊 就是学思习行 学思习行啊 还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有可能会反过来考 问你哎 学思习行四个阶段的划分 是来自于谁 来自于孔子 这是关于第一个人物 除了这样的一种观点之外呢 啊儒家的另外一个人物 也提出了第二种观点 一起来看一下第二个哈 寻子 他的一种学习过程观 寻子呢 他按照人的认识过程 把人的学习分成了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我们要知道哈 分别是文件啊 真知和行 什么叫文件阶段呢 指的是通过感官 反映外界事物的过程 看作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文件的一个阶段 比如说哎 我看到这个鸟啊 他是有翅膀的 有羽毛的 这是文件 哎 我听到 我看见 第二个阶段呢 是真知阶段 真知阶段呢 指的是对感官获得的印象 进行审查 说白了 我获得的 我刚刚看到的和听到的 一定是真的吗 他反映的是他本质的一种信息吗 哎 我这个时候要进行一种审查 比如说对于鸟来说 会飞的就一定是鸟吗 啊 鸟就一定会飞吗 啊 这个就不一定的哈 比如说我们所说用鸵鸟 他就不会飞 鸭鹅也不会飞 这来自于第二个叫做真知的一个阶段哈 说白了就是一种理性认识的那种阶段啊 形成一种本质认识的阶段 第三个是行 而且他认为行比前两个环节更加重要 这个行其实就是一种实践的一个意思 实践的一个意思 你获得了这些知识 你一定要拿去实践去印证 人家不是说了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一种标准 好 因此对于寻子来说 他整体上呢 就把我们学习过程分成了这样三个环节 第一个是文件啊 这是获得一种表面的一种知识 第二个是真知啊 真知就是获得一种深层层的知识 最后一个呢是行进行实践的一个过程 这是关于寻子他的一个观点啊 而最后一个人物 王夫之 王夫之呢 他继承了中庸的这样的一个五段的学习程序 也是成啊 那个啊 也是认为有这样五段 哪五段 就是学问思变形 这最早的时候呢 是来自于理济中庸这个部分啊 这个里面我们要稍微说一下 理济中庸呢 他把我们学习的过程分成两个环节 诗面来说的 我们可以看到书面上 可以在你们的书面上稍微注意一下 博学之 审问之 圣思之 明辨之 都行之 这是来自于理济中庸啊 有可能也会单独把这个拿出来考哈 他翻译过来到底什么意思呢 啊 主要指的是 博学之就是广博的一个学习 下面审问之 审问之就是详细的审问啊 我自己到底有没有理解 有没有学会 这个什么意思 下面 顺思之 顺思之 慎重的思考 明辨之 明确的分辨 哪样一些对于我来说是有用的 哪样一些是没有用的 要剔除的 最后一个读行之 要踏踏实实的执行 按照我们书本上的一个说法 去进行一种印证 这是对于我们讲到的啊 那个啊 中庸 而王夫之呢 他其实也是继承这样的思想 把我们的整个教学过程哈 学习过程分成这样五个段啊 五个部分 学问思辨行 其实除了这个方面 我们可以发现 他其实跟孔子的观点 有一定的类似性哈 比如说里面就包含了 就这个里面 五个段里面就包含了 孔子的三段 学思行 学思行 好 是来自于王夫之的观点 整体上来说 有关于教学过程呢 就包含了这样三种理论啊 希望大家重点把握一下第一种 孔子的学思习行 有一个练习啊 有一个练习 好 这是关于我们教学过程本身的一种概念 而那教学过程 它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说了这么久 到底是什么呢 一起来看一下教学过程的第二个部分 它的本质的属性哈 教学过程的本质啊 我们可以看到书本上呢 是分成两个模块来讲的 首先 它是一种认识的一个过程 落点点 这两个字认识 什么叫认识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 一般来说 教学过程的主要矛盾哈 啊 这个句话稍微注意一下 是学生 与其所学知识之间的一种矛盾 那到底什么意思 就是后面句话重点标出来 具体表现在教师提出的教学任务 同学生完成这些任务的需要 实际水平之间的一种矛盾啊 一个方面 老师提出一个要求 我们就拿语文来说 老师希望你呢 会写十个词语 但是学生现有的水平是什么 就是我现在只会写一个词语 OK 这两个之间就出现了一种矛盾 而这个矛盾呢 就是我们教学过程里面 最主要的最基本的矛盾 实际上呢 也是学生认识过程的一种矛盾 就是我现在只能认识一个词语 可是老师要求我认识十个词语 好 这个认识上面就发生了一种矛盾了哈 因此从本质上面来说呢 它就是一种认识的一个过程 啊 这是关于我们讲的教学过程 它是什么 里面有一句话是重点 就是这个主要矛盾是什么 老师提出来的一个任务 同学生现有水平之间的一种矛盾 好 除了它是一个认识过程之外 我们如果要深层次剖析的话 它与其他的啊 一些教学呢 又不太 与其他的一些活动又不太一样 与认知活动又不太一样 因为它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性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个方面 教学过程它还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 这种特殊的表现性 特殊形式的一种特点啊 就表现为以下的四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呢 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第一个认识的一种间接性 三个字间接性 所谓认识的一个间接性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它的一个具体的解释哈 学生认识的课题呢 是教材 教材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间接的反应 后面这话注意一下 即学生学习的内容是已知的间接经验 这个里面我们就要区分一个概念了 什么是直接经验 什么是间接经验 所谓的直接经验 是学生通过自己的一种亲身的经验 所得出来的 就被称为直接经验 比如说 假如小明第一次吃那个 吃柠檬 他咬了一口 发现哇塞特别酸 好 这是他自己亲身的经验 然后得出了一个知识 柠檬是酸的 这是关于这种直接经验 那什么叫间接经验呢 间接经验指的是 他并不是自己亲身经验 自己得到这种知识 而是由其他人直接告知的 就比如我们的书本 我们书本上 咱们数学和物理里面 尤其是物理里面 讲到杠杆原理 杠杆原理 它是我们自己发现的吗 其实并不是的 而是来自于我国古代的末家 那因此呢 它就属于这种间接的一个经验 对于我们学生的 这样的一种认识过程而言 他主要学的 不是这种直接的 而是一种间接的 所以总体上来说 认识就具有三个字 间接性 这是关于第一个 它除了具有间接性之外 大家还能想象一个点 我们回顾一个小点 咱们前面所说了 这个教学过程 它是种什么过程来着 教师教的过程 和学生学的过程 相互统一的一种 双边的一个活动 所以从这个里面 我们其实就可以发现 它包含两个 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而既然包含这两个方面 那肯定有两个主体 教师跟学生 它俩是一种交互进行的 因此就反映出第二个点 认识就有一种三个字 交往性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一个表述 教学活动呢 是教师的教 与学生的学 组成的两个字 双边的一个活动 这种双边活动 就带了这样的一种交往性了 这是来自于我们讲到的第二个方面 它具有这种交往性 除了具有这样的一种交往性之外 交往性 教师教 学生学 那这种教和学 不仅仅带来的是 学生知识方面的增长 其实还带来学生的全面发展 就包括我们人格和品德 这种发展 这其实反映在我们具体的 这种教学过程上面呢 就体现为第三个点啊 认识的三个字 教育系 好 一起来看一下 教学中 学生的认识既是目的 也是手段 认识是发展的 认识中追求与实现着学生的 后面这条标下 知情 异行的协调发展 与完善人格内容养成 这里面说的是比较抽象的 知情异行的全面发展 比如说 小明通过我们的学习 他知道了 老奶奶倒了 要服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 他碰到人倒了 他也会去服 这是属于我们一种品德 一种协调发展了 另外一个方面呢 学生一种完善人格的一种养成 比如说我们讲到的 我们的一个性格 相对来说 是比较的一个完善的 我们能够做到勤劳 我们都能够做到武私等等 相对这就属于我们讲的 自我历史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 自我调控系统 是比较完善的等等 这对于我们讲的 完善人格的一种养成 总体上来说 这个认识的教育性 它其实就指的是 我们对于学生品德那种塑造 品德的一种塑造 这来自于第三个方面 认识的一种教育性 最后一个方面 有领导的一个认识 这个有领导的认识 其实大家也能够想出来 咱们前面就一直在说的一个问题 教学过程 教师的教育 学生的学 其中老师在整个 我们的一个教育里面 是占什么样的地位来着 是一种主导的 那在教学过程中 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有领导的一个认识呢 其实就反映在教师的主导地位 就是学生在学习的时候 就在我们这个教学过程中 他在学习的时候 往往不是自己独立来进行的 而是在教师的指导之下来进行的 这是关于有领导的认识 整体上来说 我们刚刚一直在说 教学过程 它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 这种特殊性 就表现在我们所说的 这样四个方面 认识的间接性 认识的交往性 认识的教育性 以及有领导的认识 以及有领导的认识 好 这是我们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小要点 一个小要点 希望大家一定要清楚 有可能会是 以单选的方式来进行一种考察 考简单的可能性 现在来说就比较低了 只关于教学过程 它是什么 它是具有这样的一些属性 旁边